道交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由冯迎仙馆主办 有型有素有爱卿和Michelle 会教大家煮一些非常美味的素菜 中国人很喜欢饮汤 今次就会教大家煮一个什么汤 就是粟米冬瓜丸子汤 好了 粟米汤喝过 冬瓜汤也喝过 究竟是什么是粟米冬瓜丸子汤呢 把这几种材料加进去煮 首先我们要先把冬瓜放进去 然后我们这边就做粟米的材料 即是打掉它 因为冬瓜的时间要长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就一直煮着它 我们这边就可以打粟米了 Michelle 是否要盖一盖盖 对 盖盖要快一点 好 盖盖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做打粟米这个步骤 这些粟米我已经裂了水了 一半就用来打 一半就留下来放进去汤里 这样你就会把粒粒粒的 我们倒进去 好 去吧 aquí 差不多了 好 doğru 你好 是 its 好 arrived 差不多了 好 很好了 我们拆垂ora 它便能 Young działificación K 好,要用心思的時間來 其實打得越久,是否等於越易格呢? 其實也是,纖維會比較小 而且汁會比較多,因為渣少了 打得久就有一個好處 如果你買一些比較高速的 就直接連渣都會打到沒有了 如果我們買普通的,就不要緊 隔一隔,它的粟米汁一樣會這麼甜 而且就不會像高速的那些,連渣的那些那麼稠 出來就純粹是那些汁,那渣就沒有 就會比較滑厚一點 就看你自己喜歡 如果你是全打的粟米的時候 就不需要打蜆,它本身也會有一點稠稠 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感覺 OK 你看到它的渣已經隔了 差不多了 好 我們就可以把這裡剩下的材料 是 粟米粒 這個素丸子 是 放進去 滾了 大火滾一滾 其實那些冬瓜,剛才那些已經溶了 是 你吃下去一會兒,你會吃到 也不用打蜆 當那些冬瓜越溶的時候 感覺就會更綿密 你又不用打蜆,味道不錯 好 我們可以等它滾之前 順便加調味 是 這裡有素食調味粉 是 然後有少許鹽 是 然後有少許胡椒粉 還有麻油 嗯 等它徹底滾了,我們就可以上碟了 OK 好,滾起了 好了,那我們可以關火了 OK 那些粟米 還有些丸子 還有些冬瓜 一粒粒都差不多 是 吃下去就不會嚇壞 好 好 好 喜歡喝湯的人 可以嘗試做這個 粟米冬瓜丸子湯 好 好了,其實番茄這件事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煮的配搭也很多 今次也看到Michelle 台面有番茄在這裡 是 今天要做甚麼呢 今天就是做鮮茄素魚塊 好,鮮茄素魚塊 一定會有鮮茄和素魚塊 沒錯 那我們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要煎香素魚 然後我們另一邊就可以 那個番茄就可以煮 OK 買這些食材也很方便 對,沒錯 其實如果你說 喜歡吃這個豆腐 也可以做這個豆腐 因為這個 我們今天要改一改 因為以前也做過豆腐 做這個魚 它咬下去 它的質感會有點實實 也挺好咬口 再加上番茄 好 我們可以先煎脆 對 煎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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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已經煎香了 熄火 放下 是 另外這邊我們就煮番茄 是 加了少許油 我們有薑 加了薑 先爆一下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放那個番茄 放進去 我用熱水浸泡 然後就去皮 是 這樣你吃下去 就不會有皮 就比較滑厚一點 是 番茄要煮到去什麼程度 煮到肉軟了 你會覺得它已經變成 有點半溶的狀態 就可以了 現在就比較生 我們也要煮一會 好 好 好了 番茄我們已經煮軟了 就可以加這個醬油 是 然後就加這個糖 糖的份量也挺多 因為本身的番茄是酸的 是 所以如果你不加夠糖的時候 它的味道就會比較酸 是 如果你加了糖 那味道其實就可以掉出來 因為那個醬油 再加糖的味道 那個味道也挺配的 是 它就給這個效果 加醬油 加鹽會比較好 是 是 你看到它一加糖和鹽之後 它還會繼續出水 是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放這個醬油 進去 基本上再把它拌勻 就已經可以上碟了 對 沒錯 這個菜很簡單 我們拌勻了 那些醬油 充滿番茄味 就可以了 搞定了 是一個非常簡單方便的菜 是 是 好 完成了 大家可以嘗試回去做這個 非常簡單易做的鮮茄素魚塊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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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 很簡單的 是 好 好 我 對 好,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歡吃這個炒粉麵 我們看到菇還有其他材料,我們這次做了甚麼炒麵 就是素雜錦炒拉麵 素雜錦炒拉麵 好,我們首先要怎樣做 首先,我們切了雞腿菇 我們先用油,先半煎炸處理 我發覺雞腿菇這樣做,味道更好吃 要做到完全收縮為止 不是,讓它半煎炸,令菇煮過 讓它表面焦香一點 然後你發覺菇的鮮味就會出來了 好的 差不多了吧 好,這就是我們用油半煎炸的時候 你不用走油,又不用太多油 但又有效果 是 我們在這裡放薑絲 然後還有這個西芹 是 還有這個紅蘿蔔,先炒 是 但如果我不用西芹,我用九黃可以嗎 可以,不過素食的朋友通常都不會用九黃 即是蔥、蒜、藥… 都不會用的 不會的,所以我們就用… 很多時候你看到是用西芹去代替 但是西芹做出來的效果 是很香的 但不是五辛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材料 好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些豆腐乾 是 放進去 這裡有一些冬菇 已經處理過的冬菇 沒錯,冬菇是鹽、糖、油 蒸了,我們切絲 是 我們買五香豆乾 黃色一塊 有些是不同的 有些是會深色一點,有些會淺色一點 就看你自己喜歡 如果喜歡哪一種 就可以配搭一下 好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拉麵 是 我其實相信如果不用拉麵的話 用炒麵 是 伊東的話 都可以配搭 可以… 拉麵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了拉麵 是 因為我以前吃過一次在上海浦煮 拉麵比較嚴重 炒出來會濕濕潤潤 但麵又不軟 我覺得效果挺好 所以我這次用這個去做 我們這裡可以調味 這裡有一些素食調味粉 是 還有一些鹽 是 糖 是 還有這個麻油 是 再加一加它 好了 但這裡我們不是就這樣上 我們剛才說的 有一點濕潤 所以這裡我們就會埋上一個很薄的麵 OK 吃下去就不會覺得很乾 很乾 對 有一點 因為很薄就OK 不用說太濕 這個已經可以了 可能如果喜歡比較乾身 這個粉可以不細打 對,沒錯 看你自己喜歡 對 吃過的感覺 有一點濕濕的效果 原來也不錯 OK 很快就完成了一個 非常野味的雜感炒拉麵 大家可以回去嘗嘗怎麼做 謝謝 你